这个 275 我们叫玄富花 玄富花 平常 过去的古字就是富 现在我们有加这个富 玄富花 这个玄富花呢 我们常常跟前面的 四色的带者时 并用 这是玄富花 看看这个 玄富花长的样子 长成这个样子 玄富花 那 这个主要的功能呢 它能够下气 胃气上升 能够冲下 打隔 隔气上来 下气 去弹 能够见胃 行水 所以我们能够见胃 胃里面呢 胃气不足 我们可以用这个 玄富花 我用了很多 行水 还有我们可以 制他的酸 应该用制 这个制 控制的制 制酸 所以我们在国外 用了很多 来病人 胃酸很多 玄富花 带者时 一击下去就中了 无一不好 没有一个不好 但是这个是使用了 热症 热症的肠胃 尤其因为带者时 本身的味道 也是寒凉的 那玄富花呢 各位看 它又有一个名字 叫经费草 所以你以后看到 经费草 就是指玄富花 经费草 那你如果说 到药房去 你就找经费草 三钱 玄富花三钱 实际上 你拿到会 一样的东西 那有的药房呢 只认得玄富花 而不认得经费草 所以你许经费草 没有 玄富花有 就会有这种情形出现 老师傅没有教好 他的师傅没有 把他教好 那 好 你看他的姓魏 魏贤 姓温 无读 好 这个是 这个玄富花 下心驱探 好 主治 你看 这个魏肺的气虚 好 这个虚不是那个虚 好 就是那个虚实的虚 潭水交结 好 这个 他的根呢 能够续经 好 续经落 那你说玄富花的根 来续经落 我们我不会 我直接会选续段 会更好吗 对不对 旁治 好 续经落 别路呢 能够是要胸上弹结 好 能够拓如胶漆 那个弹很胶硬快的样 好 都可以使用它 好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偶腻 有没有 真犬 竹水肿 竹大腹 好 腹脏 偶腻 不下食 一般来说 只要是 这个肚子里面恶心 东西吃不下去 你都可以使用到 玄富花 因为玄富花是 比较热性的 带着时是比较寒凉的 比较寒凉 好 那你如果说 你用玄富花 我们用半相 对不对 来止偶 玄富花来降去 就可以治疗这个什么 打嗝 碎症 那如果含很重 耳心很重 我们可以用什么 无珠雨 干浆之类的东西 好 这个玄富花 降气 消痰 好 这个 那处方剂量呢 一般来说 两钱三钱都很多了 因为它是花类的 脂很轻 脂很轻 就像我刚刚讲 实用 你只要大家听了 连胃酸太多 你就可以用玄富花了 就用玄富花 那在临床上 用的非常的多 非常的广泛